《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 我的演繹就是愛國愛港的人 才應該走入政權性的架構 或者是司法 即是行政立法司法 這是我的理解 我想說的是 這是一個國際關係 完全沒有特別之處 你可不可以想像 如果美國議會裏面 有一部份人是不愛美國的 那些選民會不會選他 應該不會 就算你在一個地區的加州 這個省裏面 會不會在一個省議會裏面 那些人是不希望加州安定繁榮 不會的 所以愛那個地方的人 去管治那個地方 這個是至諸世界上 都是同一個道理 那香港不應該是同一個道理嗎 再說其實1984年的鄧小平先生 都已經說了 應該香港以愛國者為主來治港 那他亦都再說 怎樣叫愛國者呢 第一 尊重你的民族 那即是 如果你在香港自己大叫我 我不是中國人 又說中國是支那族 那麻煩你 你就完全不是愛國者 第二 他就說 你要擁護香港不歸 這個已經過了 第三 就是要保障香港的繁榮安定 如果你做的事是損害香港的繁榮安定 那你不可能是愛國者 亦都不可能是愛港者 因此 這個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 根本就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這個問題很難接受 愛國者治港你不接受的 那我相信你去到全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 你不愛那個地方 人家都不會讓你進去管治家構裡面 那現在那個完善了的選舉制度 我覺得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第一 其實現在特區政府都已經做著了 就是所有公職人士都要宣誓 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接下來就是你要去參選 那如果你參選 希望選舉成為一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那你首先要過得到 那個參選人的資格審查委員會 那如果你以前做過的事干 例如說你有焚燒過國旗 或者你有蒙著臉 然後拉著美國旗 在遊行的 那如果別人認出你 那我想你很難說自己愛國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愛國者是最低的標準 然後就是選而能 那你就要透過這個選舉 希望能夠找出一些最有本事的人 來幫香港 那同樣的立法會議員 行政長官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走歪了路 一路以來大家都以為 就是現在我們選出來的人 都是愛國愛港的 誰知道慢慢慢慢 不知道為什麼 愛國愛港 好像只是變了一個貶持 就是我不愛國愛港 才是民主的自由的捍衛者 那其實他們不是 但是我們在第六屆的選出來的 立法會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部分 就根本他們就是不愛國 叫我們中國人做支拿人 說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些就是很清晰 不是愛國者 那有些就在那裡搞亂那個 議會的秩序 破壞議會的議事規則 侮辱那些來開會的官員 他們也都沒有 他們這樣來拖那個政府的後腳 令到他施政不暢順 令到很多利民的措施 沒有辦法落實 那他沒有可能是愛香港的 范慧安定 所以我們就要想 為什麼那個選舉制度 會選舉這些人出來呢 那就是在那個選舉制度裡面 是有問題的 我們走路 我們本來是向著那個 雙普選的目標走的 那現在我們是走歪了 如果我們走歪了 我們是不會走到雙普選的目標 而是會走到懸崖那裡跌下去 這個懸崖跌下去不是我說的 是攬炒十步裡面 一個很有現象化的一個說法 那怎麼可以呢 那當然就要回來那條正路 那現在那個方式就是回來正路 現在這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是防止了一些攬炒的破壞者 進入議會 或者進入那個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 很明顯的我們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 都應該是愛國者 那他們也都有一部分 因為愛國被人制裁了 那但是到底我們是否真的已經做到這件事呢 我們要看 目標就是這樣 很清晰 也都有一個制度 是希望做到這件事 那我自己認為成功機會很高 但是都是要等到他實現才行 阻力本身說 當然有一部分人就說 這個不是愛國者治港 這個叫輸打贏要 因為他覺得現有的制度 是會有利於他 很不好意思 在我來說 這個制度根本就應該要廢除 要轉過一個好一點的 現在有一個好一點的制度 根本你們沒有機會進入立法會 是應該的 因為你們是破壞者 但是另外一個壓力 就是來自西方國家 他們其實就不是說 關心你香港 有什麼人進不進去立法會那裡 他們其實就是想借香港來打中國 香港只是一個棋子 所以這個棋子是被人扔到粉碎 消滅對他們來說很不重要 最重要是可以傷到中國 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們為何要無謂犧牲 為了你們這些西方政客的野心 為了你們那些多重標準 為了你們那些不仁不義 為何我們要犧牲 所以現在就很清晰 我絕對不會理會西方政客說什麼 因為你們全部都在說謊 而且有政有句 我不是說欺騙 即是說說壞 我們香港人自己要站定立場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我們香港人是中國人 我們要做好香港 我們要為我們的國家爭光 當然我們國家也是處敵支持我們 你看十四五計劃裡面 關於香港的政策 其實是很適合我們的需要 所以只要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去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同情 他們不會同情我們的 我們要專心埋頭苦幹 做好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 參與國家的發展大局 我相信香港的前途是非常光明